零售老板内餐独家专稿,本来在腾讯新闻独家首发,背景授权,请勿转载,为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,老树杨亚飞核心看点,一,围绕存量市场做增量,白领工作餐被探索出了哪几种场景, 二,冷恋热恋意用而上,也太差异化也没探出一条明路,三,工作餐的最终答案,请资产落地,才是大方向,对于那些没有公司食堂的白领来说,工作餐处理方法科大科小,都是生活节奏快,点分外卖对付一下成为不少人首选,而如果对均衡营养,就餐环境又特别需要,决策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, 但相比之下,盯上工作餐市场的餐饮企业们,思路相对简单,统一,场景要离白领们尽可能的近,眼下这种尽巧尽创新,可以分为三类,一类是智能受饭机形态,以大美美,美味生活,三券鲜石等为代表,一类是共享厨房, 主要为餐饮品牌,提供落地空间及配套服务,如石云集,熊猫新竹,极客联盟等,在一门市餐饮外卖店,服务线上订单兼顾道店自其,比如西拜外卖专门店, 这三类场景共同特征是,用尽可能标准化运作的模式,来满足白领对于工作餐快取,健康以及性价比的需要,但白领的这一顿饭,似乎并不好做,三权鲜石,简藏折纸之后,以转型智能贵方向, 乐战生活项目激进停滞,西北外卖店人类健新店落地,另一边的共享厨房模式,已遭到不少质疑,除此之外,还有更多已经夭折的明星智能售饭机项目,工作餐饭模式难骑,究竟难栽乃,零售老板内餐,日前对换饭美美创世人好景正, 招人私除创世人基业以及相关业类人士,试图从中找到一些可能的答案,一,写字楼里的工作餐生意,冷冽成本令人猫而却不, 售饭机,属于智能售或机系本领域,在线下零售产品应用多年,但比起有饱,有饮咖啡等动辄已温,千计落地台数,前选渗透速度明显慢很多,企业线下投放量普遍在几十到数百台左右, 以饭美美为例,删线两年多,其售饭机品牌饭宝宝在全国仅部署约六百台机器,之前之所以没快速扩张,是要总结经验,要把以前的坑都总结清楚了, 避免未来灾彩,饭美美创世人好景正告诉零售老板内餐,APP,微信ID,LSLV168,饭美美菜用中央厨房加饭宝宝在APP模式, 全程分为加工,运输,储存三段冷冽,第一段发生在核板被中央厨房加工后,会立即进行速冻所先处理, 而后通过冷冽物流,从中央厨房运输至中端机器饭宝宝,最后一段发生在售饭机里,进行冷藏储存,饭宝宝同样具备加热功能, 根据菜品不同,可以自动控制加热时间,一般来为90,100S,鲜食能力技术并非凡美美专属,并且能很好保持新鲜度和营养。 陶景镇表示,气调能力鲜食技术在国内外鲜食是,常属于成熟工艺,相比之下,外卖壳饭里的食物处于落露状态, 常温自然降温,时间久了会滋生大量细菌,健康度难做保证, 不过这种解决方案,并没有让太多玩家尝到前头,很多人甚至碰了一鼻子灰,三权仙食就是其中典型案例,2014年10月,三权仙食开始介入智能售饭机领域,与饭美美无异,三权仙食同样采用APP加中央厨房加智能售饭机模式, 根据三权食品2015年年度报告,三权仙食贩卖机,已在上海和北京铺设了近千台机器,但推出不到两年, 2016年6月,三权仙食便宣告暂时停运,并表示需要对机器进行升级,但从实际情况来看,何时重启表无音讯,三权仙食测试阶段,母公司三权仙食也成绩惨淡, 根据三权食品财报披露,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论,为3490.3万元,较少年同比下降56.83%,三权食品对此解释着,主要因公司的创新项目,三权仙食前期投入较大所致,这种尴尬情形让人费解, 根据资料,三权食品主要综是速冻里面食品和常温方便食品生产和销售,自在鲜石强能电物流能力,属于已经赢在起跑线上, 但这些先天优势,并未让这个项目摆脱失败结局。 2016年底,三权仙食转型进入无人便利店领域,对于智能售饭计业态,三权仙食COO杨志曾表示, 6个月是,品牌一望周期,售卖机在此节点瓶颈明显,销售额会大幅下滑,消费者口味一望周期更短, 仅为23天左右,因此十分考验产品联发和供应链管理能力,值得一提的是, 赞美美也在寻求以更新的方式来落地,好紧张告诉零售老板内餐, 赞美美第三代机器已经投入使用,升级冷冷这一体,机器手臂等功能, 开品创新方面,会跟零厨和美食单元合作,牵着提供彩谱,赞美美负责联发和售卖。 此外,也会参与品牌合作,赞美美根据品牌报品,进行标准化生产和全渠道售卖, 并且,未来中央厨房也将联合外部资金,以合资合作的方式扩张。 二,售饭机走出去,热链和品牌型如何兼顾,冷链成本和产品研发, 加短了三选先时,几乎在统一时期,用你合资和乐战生活,则是另外两家折戟的品牌。 与三选先时和饭美美,采用冷链物流不同, 用你合资和乐战生活都为热链模式,但月替又有些差别。 用你合资为热链与配送模式,每天11点左右,将午餐通过恒温配送物流, 配送到智能售货柜中,11点半售卖,到下午1点半结束,两点之后销毁生鱼餐前,用户取餐后不需要加热, 乐战生活则为热链中转规模式,智能规包含多个小格子,可以实现零度到零下60度不同温度选择。 消费者现场预订或者APP预订,配送员二要送餐时间,将餐品送至其货柜, 二者三上有菜品,研发商圈菜用新资产运作模式, 由你合资菜品强调自身工作餐供应平台定位, 每台智能收饭及每日仅提供四种口味产品, 且尽为名厨拿手菜,并与多个名厨供应商合作,限制单个名厨菜品数量, 以保证菜品丰富度,乐战生活则将菜品以及智能柜, 对餐饮品牌全面放开,提供给餐饮店、外卖平台, 提供全面餐饮食品定制化服务,冷运转热链, 五流成本作减法,上游菜品开源,产品作家法, 这两家企业的总益打法,最终也没有成功跑通, 由你合资已经停运,乐战生活则处于激进停滞状态, 原因很多,大零售老板内餐,微信ID, LSLB168认为,主要原因在于热链模式与终端消费场景匹配难度过高, 工作餐主要满足及时需要,消费者常常会因为手头临时工作, 到去就餐时间不固定, 而热餐本身对取餐时效要求更强, 一旦错过最佳闪位期, 就餐体验会大打折扣, 从这个角度来说, 外卖骑手人工交付优势明显, 加上外卖平台持续补贴战, 对于资金有限的亲平台来说, 拉星和运营成本必然居高不下,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零售老板内餐, 乐战失败的原因在于运营成本太高, 乐战生活起步于2014年, 2015年, 比时技术并不成熟, 每个盒子都要加热和制冷, 印尽成本太高, 菜品更新同样制约着行业发展, 商术知情人士表示, 工作餐这一块, 发展都不顺利, 写字楼白领工作餐, 一定要是平台型项目, 主要是运营成本高, 产品更新慢, 靠自己的产品肯定不行, 需要社会化运营, 他认为, 做餐做餐最关键的点是要么换人, 要么换餐, 固定地点, 产品不断创新, 但在旅游景点就可以做, 因为客流会不间断更换, 场景多样化是当下只能收饭机另一大思路, 出血自楼外, 高铁, 音乐等流量型场景, 也成为收饭机玩家们争抢点位, 对这两个场景, 应该如何做差异化打法, 原改度外卖城市代理商和运营商, 家人私储创世人集见, 告诉零售老板内餐, 做只能收饭机不能太贪心, 前期应该做固定人流的市场, 因为固定人流交易市场成本比较小, 可以产生复购, 针对医院这种流动性比较大的地方, 实际上还是要选取相对固定人流区域去教育, 产生相对稳定的复购, 如果只是一走一过的人, 在机器不普及的情况下, 教育成本比较高, 但主要手中的写字楼外领市场为固定人流区域, 对于菜品创新诉求比较高, 这会不会拉高成本呢? 机业表示, 创新的压力对于单个品牌商家压力很大, 但对于摘人私储这种富能型品牌来说, 创新菜品更多交给餐业企业来做, 根据性质不一样, 如果就是做诸如罗森, 7-11的家常菜, 快餐, 必然会面临创新压力, 而如果是经典菜系餐饮企业, 本身主打固定爆款, 用户认可度会高很多。 三, 手饭机之外的工作餐选择, 共享厨房和外卖店,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, 除智能手饭机外, 共享厨房和外卖店, 是另外两个创新场景, 外卖店很容易理解, 由品牌专门为外卖业务, 而设得仅仅仅餐饮店, 并开报信对接外卖品牌, 共享厨房则更像是外卖店的集合, 将在单车, 租房等领域, 的成本共享理念, 应用导餐饮市场来, 市场玩家诸如石云集, 熊猫青竹等, 这由其受到外卖品牌青烂, 共享厨房采用合规, 标准化厨房运作, 少量共享上游供应链资源, 实现规模化采购, 以降低菜品成本, 租金, 水电燃气, 再甚至物业服务费等经案一定标准分弹, 某种层面上来说, 几乎可以实现拎包入住, 因此, 这一模式尤其受到了对于精度落地, 有刚需的外卖品牌青烂, 但共享厨房并不仅仅扮演餐饮, 二房东角色, 这是一种存在已久的偏见, 使云集CEO5号在接受零售老板内参, 微信ID, LFLB168采访市场表示, 使云集除共享空间硬件服务外, 还会提供相应赋能的软件服务, 以及基于流量和数据的上下游撮合服务, 通过订单线路的重合, 大幅降低物流配送成本, 这是一个多应的局面, 通过线下形成一个节点, 包产业链所有人提升效率, 5号表示, 与时云集类似, 刚刚完成数千万美元币轮融资的熊猫青厨, 同样面向外卖餐业品牌, 提供包括软硬件及上下游配套或撮合服务, 按照计划, 他们预计在一年内, 会将线下门店增值200家, 不过共享厨房模式同样面临餐饮症状问题, 平台运营能力等诸多考验, 一位餐饮从业者表示, 共享厨房模式企业, 拿的餐饮执照都是总部症状, 会出现一正多用情况, 实案问题并未解决, 该委员是甚至悲观的预测, 共享厨房模式未来在某个时间节点, 可能连牌照都拿不到, 很多楼宇餐饮症状都被取消, 相比之下, 外卖店的风险则更为直接, 失去了线下门店流量, 尽为线上订单做供应的话, 订单稳定性尤其关键, 外卖平台竞争激烈, 对于打折, 促销等依赖程度较高, 外卖专门店面临决策, 如果参与打折, 到期内能带来大量流量, 但沉淀十分有限, 来以做持续性经营, 而如果差异化经营, 与您能立即品牌号照与仍是大头, 总的来看, 齐区坎坷的白领工作餐市场, 出现明显分化, 只能受饭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及时性, 健康度的问题, 但新品研发和冷链成本, 并未找到合适解决方案, 共享厨房和外卖店依然, 同样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挑战, 至于谁能最终跑出来, 或许还有待观察和验证, 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, 在白领工作餐这件事上, 标准化, 规范化以及上下游的亲子产平台运作, 成为好业共识, 一顿好吃的工作餐并不好做, 熙熙攘攘的市场同样混, 杂着噪音, 餐饮管理乱象比较严重, 目前网线误喊, 更显身通, 但当好业规范以后, 谁在罗永就能看出来, 好紧张表示, ZM的脸则声明,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